你知道吗兄弟 怎么了 前两天我上英国最大的酒店 谢尔顿 奔票了 一推门 保安过来 一鞠躬 就给我扔出去了 为什么 穿一背心就去了 我和我搭档的相识 在我眼里是一种大缘分 去年在全英春晚的时候 有一个彩排 我去 我只能说单口相识 因为你说我没有搭档 没想到在英国能遇到王提这样的人物 导演问我 你能说两个人的相识吗 我说我能说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没有捧档的 也曾经想过 自己要是能说相识 应该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玩 意大利人过来 哪有卖烟的 好抽个烟 雪茄好抽 是不是 意大利人尤其来抽烟 后来又问我 中国人来干嘛 老板就当时说 中国来永远录一句话 哪有Y-Fi信号 因为我不在伦敦 他在伦敦 怎么办呢 我们俩想一办 视频吧 这一刮风下雨 这视频好吗 这叫一个卡 然后我说 哥别说了 音效关了 打电话吧 这边打着电话 这边开着电脑视频 就得我们俩就 平常就这么练活 我们俩不能吵架 吵架伤感情 我们俩能够搭档成 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成为演出中非常好的搭档 在我心中 这就是所谓的大缘分 小白兔 白有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爱吃萝卜 爱吃菜 蹦蹦跳跳 真可爱 蹦蹦跳跳 真可爱 感谢观看